高雄酒駕致死案之後 民進黨狂喊出酒駕零容忍 但諷刺的是 翻開記錄一看 竟然發現今年全台各縣市 酒駕肇市的死亡人數 就以桃園 高雄 台南並列冠軍 通通都是民進黨執政 市長還都是蔡總統的愛將 藍營嘲諷 難道綠色執政是酒駕保證 高雄恐怖酒駕全台震驚 但有數字卻讓人更震驚 根據統計 今年1到9月 酒駕肇市的死亡人數 桃園 高雄 台南並列冠軍 在蔡英文 愛將 鄭文燦 陳其邁 黃偉哲執政下 酒駕肇市死亡人數 都比去年同期還要多 對比藍營執政縣市的新北 和台中不是持平 就是減少 綠色執政出了什麼問題 綠色執政酒駕保證 這些政治人物不要再作秀了 拿出實際的辦法出來 不只是名列前茅的 全部都是綠色執政的縣市 而且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年來 很有名的這些名人酒駕 也全部都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民主進不動就是 飲酒進不動嗎 酒駕毒人民 民進黨執政到現在沒修法 酒駕殺人發生後 總統也沒坑半句 反倒是到標態 不再參選的林志堅 臉書上流話 說他辛苦了 難道子弟兵選舉的重要性 超過百姓的命 民進黨就是幫派文化 當然只在乎自己小弟的安危 受傷無辜可憐的老百姓 民進黨當然都是沒有在管你 否則他怎麼會坐著雲豹 看假車去看災呢 因為他連最基本的同理心都沒有 當綠營最傷寒酒駕林容忍 彈開紀錄卻看到 綠營執政縣市對酒駕好容忍 酒駕重視桃源 高雄 台南 並列冠軍 總統愛將另類同台拿底 記者林一瑋 陳一蓉